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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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哦 Fuck 嘿 各位親愛的小夥伴們大家好呀 我是老木 別著急嘛有些小夥伴呢 昨天就開始催我啊 肖的測屏呢肖的測屏呢 嘿呀急傻嘛趕着跟我激劍呢 好的這一期呢 給大家帶來的是新角色肖的詳細測屏 相信大家看完之後 對這個角色就會有更深的了解 以及還沒有抽的小夥伴 要不要考慮抽了 那麼我們就從以下幾個方面 給大家詳細的講解一下 1.角色定位和優缺點 2.陣容搭配推薦 3.裝備搭配推薦和技能加點 4.輸出手法講解 5.命之作的性價比 我來來去去花了一整天不斷的測試和搭配 在深境螺旋實戰中 開放世界boss和開放世界小怪各種環境之下 使用肖的遊戲體驗 總的來說 在深境螺旋裡表現是相當不錯的 絕大部分怪呢 都能一波大招直接帶走 四人四鬼都給你秒了 是一個合格的第一梯隊主C 而在開放世界boss和日常小怪之類的表現頻頻 主要原因是因為有大招和無大招的肖 輸出差距較大 大招所惜的能量為70點也算蠻多 因此暴露出第一個缺點 充能效率的問題 這個問題稍後教大家一個一舉兩得的解決方案 此外我還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肖如果在沒有五星武器的情況下 比如說和普淵 灌紅之塑 你的輸出會大打折扣 天空之己的話 充能效率問題倒是緩解了 暴擊力和攻擊力面板又不太行了 不過總體表現還是優於四星武器的 但是只有四星武器的話 能用的就非常的少了 目前就只有決鬥之槍和黑炎刺槍相對合適 其他的我都認為不太合適 那麼四星武器的話 最主要的缺點為攻擊力屬性面板低 那麼我們如何精準而優雅的解決這兩個問題呢 這邊咱們直接由問題引入到第二個環節 正中搭配推薦和小夥伴們分享一下 這一天下來我的測試結果 我分別嘗試用溫迪琴砂糖 來組雙風隊隊伍來解決充能問題 最終認為搭配起來的話 體驗最好的順序為 砂糖大於主角大於琴大於溫迪 溫迪的話 他們要一開大小怪就給他吸起來了 大招插秧永遠插不到 不過充能效率問題倒是解決了不少 不會半天開不出大招 這個時候有小伙伴就要問了 你把砂糖放在第一 砂糖是一個元素反應隊伍的強勢輔助 你輔助蕭根本就沒有啥收益吧 確實這樣會浪費砂糖的輔助能力 但是我把砂糖的裝備一換 換成充能的十字砂 討龍英傑坦 砂糖就能搖身一變變成蕭的專屬輔助 開大和充能的工具人 大招有一定的吸怪控怪能力 且不會因為像溫迪吸太高 蕭大招插不到 在你的蕭有一定練度的情況下 這個搭配在深境螺旋表現相當強勢 砂糖可以準備一套標準的元素精通聖遺物 和額外的一個充能十字砂 搭配蕭時就更換十字砂為充能十字砂 就可以了 同時討龍英傑坦也可以彌補 四星和五星之間的攻擊率面板差距 簡直一舉兩得 此外 風系主角呢 和蕭組的雙風隊效果也相當不錯 大招還帶減風抗 異技能CD短 也能很好的為蕭提供充能 是砂糖以外 我推薦的最佳人選 但是若你的琴是四命的話 那我的推薦度和砂糖不相上下 可以在砂糖和四命琴中 任選一個你喜歡的人和蕭組雙風即可 那麼剩下的隊伍中的兩人 由於蕭的大招會持續扣血 必定要帶一個奶媽來保證蕭的生存 特別是你的蕭帶的是四星 或者是天空之己等攻擊力屬性不夠高的武器 我建議要綁定一個班尼特 在試了一天的深境螺旋實戰測試下 我認為一個屬性合格的班尼特 對蕭的提升那是整體大 不過話說回來 班尼特這B角色對誰的提升不大 為了照顧到沒有班尼特的玩家 當然其他的奶媽 如巴巴拉 七七 迪歐娜 或者你直接戴琴 都是可以的 這樣的話就組成三人隊伍了 那麼剩下的最後一個角色 我就推薦查看深境螺旋裡面的怪 來帶對應的角色克制 比如說十一層有雷錘先遣隊 建議帶兵角色破盾 琼瑩 凱亞 迪奧娜等 若無需破盾的環境下 建議有鍾離的玩家 直接帶鍾離 改版後的鍾離 有20%的減元素抗性 同時保護消 防止開大殘血暴斃 提升的效果也是相當的大的 這樣的話 一個優秀的陣容就誕生了 班尼特 砂糖 鍾離 鍾 若你沒有鍾離的話 你也可以帶行秋 打招 提供霸體減傷 這種類型的角色也是可以的 那麼說完陣容的建議後 咱們就到了第三個內容 裝備搭配推薦 首先說消的 和普渊大於等於冠虹之朔 大於天空之己 大於決鬥之槍 大於黑炎刺槍 其他的武器就不推薦了 那麼冠虹之朔的話 如果你綁定鍾離 輸出上限 是會比和普渊要高的 但是和普渊暴擊率的属性很香 總之 這兩個武器 都是完全超出這個 深境螺旋的上限的 聖影物的話 推薦二風二決鬥士 攻擊殺 風傷杯 爆傷頭 值得一提的是 我還特地去升了 副詞條沒有差距的 一個攻擊杯和一個風傷杯 測試了一下 測試結果表明 風傷杯的異技能傷害 比攻擊杯要高 大招傷害兩者不相上下 所以這邊我推薦帶風傷杯 技能加點 我們看這裡 普攻天賦加成 下落攻擊的成長數值 比大招的天賦成長數值要大 然後再看 異技能的傷害倍率成長數值 也不錯 因此推薦主點普攻 負點異技能 最後點大招 但若你是買命的蕭 可足點異技能 後點普攻 最後點大招 另外四決鬥士 是逆飛流星等四件套 加成普通攻擊 重擊等效果的套裝 蕭的大招插秧是屬於下落攻擊 吃不到加成的 別問了 喜歡帶你就帶著吧 帶著的話就開大 直打普攻和重擊 也不是不可以 畢竟你老是插秧的話 比如說我昨天鍵盤的空格鍵 就給我按飛出去了 掉在桌子底下半天找不到 然後若有中鯉 中鯉改版之後 我覺得他要的是真的離譜 八成一越成為版本 替零輔助了吧 看似是蕭的版本 對吧 1.3版本 明蕭深海瓶 插 帝君歸來 勾 中鯉的話推薦最具性價比的 雪牛流 黑鷹槍 生命值的十字殺 空之杯里之罐 套裝屬性的話 二炎二中和四中都可以 砂糖搭配蕭的話 剛剛也說過 帶討龍堆充能即可 套裝任意 班尼特的核心思路為充能 頻繁開出大招 提升攻擊力 在保證充能效率200%以上的前提下 武器的基礎攻擊力和 剩一物生命值越高越好 說完陣容搭配 就到了我們本期內容的第四點 輸出手法講解 首先要講的一個點是 消主要憑藉開大之後的下落攻擊輸出 E技能在沒有開大的時候 一個E能讓消獲得三個元素威力 開大之後 E技能就不能獲得元素威力了 因此開大前 請務必一兩下之後立刻開大 這樣的話元素威力剛好可以飄過來充能 然後大招期間盡量減少用E 另外 砂糖等風系隊友角色 E技能產生的元素威力 消在場上吃到會比在後台吃的多 盡量在場上吃吧 那麼開大之後的下落攻擊的話 分為高空下落和低空下落 跳到最高空再點攻擊 就是高空下落攻擊 起跳的一瞬間 消的人物還在上升的途中 立刻按攻擊 就為低空下落攻擊 這邊也有說明 低空的倍率是280% 高空的倍率是319% 對吧 高空下落攻擊傷害會比低空的要高 但是低空攻擊的頻率和壓制力較高 比如我在面對雷鷹速射的時候 用高空攻擊 由於頻率不夠快 會給他閃現拉開距離逃跑的空間 而持續用低空快速抽插壓制 他就很難再起身了 直至被你秒殺 身影連綿不斷熱 因此要試實戰情況 選擇高空和低空的操作來應對戰局 然後我們再講經典的陣容搭配手法 消沒大的話 利用封隊友和自身E技能快速展大 有大之後 第一步切鍾離開盾減抗 第二步切班尼特開大 第三步切砂糖開大 第四步切消把E技能用完 然後直接開大 這樣班尼特的大和砂糖的討龍效果完美吃完 可以把消的攻擊力面板硬生生提高1000多 這樣就不必擔心四星武器的攻擊力面板低的問題了 接下來就看局面 分別用高空和低空穿插輸出即可 那麼講完輸出手法 最後到我們的命之座性加比了 消的命之座總的來說 傷害幾乎沒有提升 一句話概括的話 那就是傷害提升20% 快樂提升200% 其中1命和6命的提升比較大 1命多給一次E技能 在充能方面和傷害方面都有提升 2命到5命的話 都是一些無關緊要的和一些天賦技能提升 2命有充能提升 對吧 處於後台的時候消自己的元素充能效率提升 這個對於雙風陣容來說 這個充能效率提升還是可以的 3命和5命就是技能等級提升 4命的話是一個防禦力提升 一般情況下可以靠隊友解決這個生存環境的問題 這個命之座收益就不大 6命的話大招下落砸中至少2人 1技能可以在接下來的1秒內無視冷卻時間狂按 一般可以按3次 這就是為什麼我6命推薦你主E技能的原因 一個E技能平均可以打2萬輸出 只是傷害嚴重溢出 我在深境螺旋12層就溢兩下 一堆怪就沒了 然後就不知道溢到哪裡去了 他沒有目標他就亂溢了 非常的快樂 總結命之座大部分以快樂為主 不愧是號稱儲力的遊戲為愛買單 我一向都和小夥伴們說不用再問我 要不要課五星角色的命之座之類的問題 這都是看你對這個角色愛的程度 各位自行考慮為愛買單就好 通過以上五個點的詳細測評 總結一下 肖不愧對於五星主輸出的定位 傷害高 機動性強 技能帥 是一個中規中級的合格五星輸出角色 缺輸出的小夥伴考慮抽 沒五星武器 缺攻擊力面板的話 建議把班尼特的練度拉高 提大招加攻擊力 和帶討龍解決問題 其他方面的話沒有多大問題 除地遊戲 也沒有玩家排行榜 沒必要去爭論哪個角色強弱 既然抽到了 玩好自己的就好 就是玩久了有點費鍵盤的空殼鍵 那麼好啦 這就是本期的肖角色詳細測評 內容比較多 工作量也比較大 製作不易 希望對小夥伴們有幫助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是老木 我們下期視頻再見 拜拜